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谁能想到一个养着粉色客总 善用柴刀的断头客 副业居然是养着简勇的 不过 简勇这东西 我小时候倒是吃过几次 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明天就吃这个了 我将简勇收了起来 随后把双人床放了下来 准备好好的睡一会 与此同时 白山矿场 一间灯火通明的会议室 一个穿着西服中年人愤怒地拍着桌子 你们谁给我解释解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百多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明明就是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小镇 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老大 知道行军路线的 除了我们自己人之外 就只剩下白石城了 而我们自己人肯定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的 这么猛烈的炮击 肯定也不是现在的玩家的能凑齐的 那按照你的意思 我们该怎么办 老大 按照我的意思 既然他们不人 就别怪我们不一 既然他们想要削弱我们的实力 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对付他们 我打听过了 距离这里的最大的势力是红宝 比白石城还要强大 有白山矿场这个投名壮在 不怕他们不收留我们 凭借我们的势力 说不定还可以在红宝混得更好 红宝那边 你派人接过头吗 老大 我和红宝的人接触过 还花费重金勾打上了对面的一个军须官 联系的人可靠吗 放心吧 老大 绝对可靠 好 明天一早 你就带人去和那面胖头 我们愿意以双银矿为投名状 只要价码够高 我们就转头红宝 老大 那后续计划呢 您之前可是答应兄弟们 带着大家一起制把本区的 现在 临时改变计划 会不会 放心吧 计划不会有变化 答应你们的好处 一点都不会少 每个人的份额 还会再多上三成 谢谢老大 好了 都去休息吧 明天准备行动 钻命 众人按照命令 纷纷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然而 他们刚打开大门 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 手持蒸汽机枪的士兵站在门口 站在士兵前排的 居然是白山矿场营地的指挥官 伦纳德 伦纳德先生 这么晚到来 有什么事情吗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吉尔手下的这些行动人员十分的专业 得到命令后 就有几名突击组成员从车上跳了下来 进入营地查看情况了 吉尔的手下行动很迅速 很快就抓了几个俘虏出来 这些人都被五花大忙 扔到了吉尔面前 我发现有一个人穿着一件皮夹克 上面有白色老虎的纹路 看样子很有可能是猛虎团的成员 吉尔看了看地上的五六个俘虏 感觉也不差那一个半个的 你要是喜欢就带几个人到一边去吧 在他看来 这些俘虏的作用 只是用来确认地点 和确认双银矿的真实性的 没什么大用 索性就扔给我了 谢谢 一个就够了 我说着 抓起了那个穿着皮夹克的玩家 向着远处走去 两人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我将对方往地上一扔 说说吧 你是谁 你们猛虎团为什么驻扎在这里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队伍名称 你是玩家 我一记枪托打在了对方的额头上 注意你现在的身份 你现在没权利询问任何问题 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 我就把绳子系在你的幻肢上 用车拉着跑 那人听到我这话 不由自主的一所小腹 这尼码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招数 住手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那就说说吧 记住 你只有一次机会 组织好你的语言 如果让我听到一句假话 嘿嘿 恭喜你 可以获得一次和废土大地亲密接触的机会 明白 我明白 我一定实话实说 那人立刻把自己的消息全讲述了一遍 你们买通的那个红宝的军需官叫什么 在哪里 叫修斯 在红宝军需处 具体地点是 金国义报了一个地址 我将其牢牢地记载了心里 打算有机会回红宝的时候 去看一看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驻扎 为什么不去白石城主城 按理说 那边的资源不是更好吗 这里是一个新开发的双银矿 按照我们搭上的那条线的意思 白石城会将这里当作新的前进基地 这里会有很多机会 所以 我们才把驻地建在这里的 也就是说 那个什么双银矿是真的 千真万确 不过 现在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正在探测矿洞 等探测完毕之后就会派人来开采 还有一件事 其实 我们也跟着参与了一次矿洞的勘探 我在矿洞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本 我想要把这个秘密藏起来 自己享用 不过 我打算拿这个秘密换一条性命 你能答应我吗 什么秘密 你靠过来点 我不想被别人听到 小心 他用藏起来的刀片割断了身上的绳索 准备偷袭你 哼 居然还敢偷袭我 我向后退了一步 抬起手中的突击步枪 对准了金国义 你这是 我说过 只给你一次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说完 我扣动了扳机 出什么事了 听到枪声 急而跑了过来 没什么大事 他想要袭击我 被我发现干掉了 这个家伙还真是狡猾 走来 走来 收拾一下准备回红堡 这么着急 来的目的就是确定这个双银矿 现在确定了 那自然要回去上报 然后派人来接收这里 当然了 你的那份工技是不会少的 毕竟你在名义上也是我的人 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行 急而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自然不会再多说什么 整理了一下东西 就准备出发 车队依旧是按照来时的队形 突击车在最前方 支援炮车随后 吉尔的指挥车在中间 我在最后 然而 车队刚刚开出营地大门 迎面就碰上了一个车队 这个车队十分庞大 先头部队就是12辆蒸汽坦克 不过 这些蒸汽坦克和我在灰烟城看到的坦克差别很大 这些蒸汽坦克的车身都异常庞大 这根本就不像是一辆蒸汽坦克 而是一个移动的蒸汽堡垒 白石城的蛮子 开火 吉尔最先反应了过来 立刻发出了命令 突击车和支援车的蒸汽机枪和火炮开始轰鸣 对方的反应也不慢 立刻开始反击 各种火炮和蒸汽机枪纷纷开 在这种距离上 几乎不存在拖把的可能性 再加上双方火炮的性能都十分优越 只要打上就是重伤 甚至是训报 整个营地门口 瞬间剩起了七八团橘色的火球 熊熊燃烧的火焰将整片天空都照亮了 一直在最后的我健壮 立刻带着赵婉婉撤到了隐蔽的角落 同时开启了迷雾散播器 外面的火力很强大 看样子我们要被堵在里面了 放心 还有机会 你藏在这里别动 我去看看情况 我启动了热气球 升到了空中 悄悄地飞到了战场的上方查看情况 飞到了战场上方 我才发现 外面来的是一支庞大的车队 除了前面的十二辆蒸汽坦克之外 后面跟着一长穿各种车辆 这些车辆长得稀奇古怪 不过 每一辆车上都有梯子 钻头 翻斗 钩子什么的 一看就知道是工程车辆 我猜测这可能是白石成派来 建设矿井和扩建营地的车队 那些蒸汽坦克是护卫车辆 如果白石成真的知道他们要来的话 肯定会派更多的追击车 而不是这么多工程车 我低头看了一下战场形势 顿时皱起了眉头 看来要冲出去 还要干到这些蒸汽堡垒才行 小爱同学 把那些水雷拿出来 给这些家伙尝尝 明白 小爱同学控制着机械臂 从舱里取出了水雷 向着那些蒸汽堡垒扔了下去 这些水雷都是为上千吨的军舰准备的 对付几百吨的蒸汽堡垒自然不在话下 一团团橘色的火球升起 刚才还在不断地设计的蒸汽堡垒 变成了一个个橘色的火球 将庞大的蒸汽堡垒炸成废铁后 我并没有立刻停手 而是将水雷换成了反坦克手雷 继续对那些工程车进行轰炸 连坚固的蒸汽堡垒都被打成了废铁 这些工程车辆就更扛不住了 几乎是一枚一个 全都被点了烟花 有几辆位于队尾的工程车见识不妙准备溜走 不过 却被处于高空的我发现了 追上去一一解决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解决掉这些工程车辆后 我又在附近飞了一圈 确认没有任何落网治愈后 才回到了营地之中 此时 营地里也是一片狼藉 吉尔带来的两支突击队 也都被白石城的蒸汽堡垒打成了碎片 唯一比较完整的 就是躲在队伍后面的后勤车辆 我缓缓地将车降落到地面 赵婉婉从躲藏处钻了出来 没受什么伤吧 他们又没有防空武器 我能受什么伤 不过 这次好不容易才搭上的红包的关系 恐怕要泡汤了 我说完 有些遗憾地望向吉尔指挥车所在的方向 刚才 吉尔的指挥车被一颗炮弹掀翻了过去 在车里的吉尔恐怕凶多吉少了 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找别的势力 只要人没事一切都可以解决 好吧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也只能如此了 我说着把001放了出来 去 把周围的这些垃圾清理干净 我担心 但凭借001到010数量太少 又多造了一些资源回收型蒸汽自走机械 将编号扩张到了050 做效率一下子高了不少 而我则开始搜刮那些资源运输车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没有 吉尔带的资源运输车里 装的大部分都是各种口径的泡弹和弹药 还有少量的罐装食品和饮用水 白石城的运输车里 运的大多是一些食品和建筑工具 检查了两个车队运输车后 我又来到了猛虎团的停车场 在一堆废墟中翻倒着 试图找出一些能用的物资出来 我带着几个蒸汽自走机械开始搜刮 果然 功夫不负苦心人 经过一番努力 我还真的找出了足足600公斤的泡菜 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这些人对泡菜就这么执着吗 怎么全是泡菜 这得吃到哪辈子去 我又翻找了一番 你别说还真找到了一些别的东西 200斤年糕 三箱辛辣面 12代肥牛 15箱午餐肉 28颗大白菜 半箱辣酱 这下部队锅的材料算是齐了 我继续在废墟中捡垃圾 而跟在我身后的武士则忠诚地 把它扔出来的垃圾变成金属品 整齐地码在一起 不一会就码了一大堆 小爱同学将其收走 因为这次弄到的金属定实在是太多了 我将高级加工厂制作了出来 高级加工厂和大鱼厂和高级生态员一样 都运用的是空间折叠技术 里面宽广无比 但是在车里呈现的只是一栋 工厂里靠着墙的边缘摆放了一些机器 只能用于基础加工 至于剩下的机器 则需要玩家自己填充了 我将剩余的大片空间荡成了库房 直接将获得的金属定全都塞了进去 为此 我又在车内安装了几个机械臂 辅助工作 效率大大提升了 经过了一番不懈的寻找 我终于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几张图纸 不过 很多图纸都和我手里的图纸重复 没什么大用 就在我有些失望的时候 忽然 一张图纸映入了我的眼帘 超级肥料制造器 可以将绝大部分物质分解成加速生长的肥料 分肥料制造机的特色为分解速度超快 分解速度为其他肥料制造机平均速度的1000倍以上 哦 我将肥料机制造了出来 这个肥料机和普通的肥料机看起来不太一样 普通的肥料机就是一个发酵木箱 这个是一个大家伙 里面还有大量的绞道 看起来就是一个吞噬巨兽 拿什么试验呢 这么多尸体 扔在这里也是便宜了那些变异生物 不如给我当成试验材料吧 我这也算从侧面上提高了变异生物捕食难度 未清除变异生物尽了一份力 我想着 命令小爱同学搜集一些尸骨 扔进超级肥料机里 即肥料机发出了一阵嗡鸣声 片刻之后一堆黑色的颗粒肥料掉落了出来 超级肥料可大幅度加速植物生长 增加速度与原料的营养程度相关 可与其他肥料同时使用 不影响效果 有效果 我连忙让小爱同学将这些尸骨 全都塞到超级肥料机里去 小爱同学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决策 将一具具尸体填进了肥料机里 旺材则拿着敲 将生产出来的肥料装进袋子里 再运到生态园去施肥 整个链条分工明确 紧紧有条 指挥光 这个人还没死 要不是也扔进去 我回头一看 发现小爱同学正用机械臂拎着吉尔的脚踝 此时 吉尔正处于昏厥状态 不过 看样子 似乎快要醒了 这家伙命这么大 居然还活着 别让他现在就清醒过来 有办法让他再昏迷一段时间吗 我看了一眼 正在热火朝天捡垃圾的施工现场 立刻说道 这种场面可不能让吉尔看到 不然 没法交代 明白 小爱同学闻言 操控着另外一条机械臂 捡起了一根木棍 朝着吉尔的后脑 又是一下 吉尔的昏迷程度更是 他不会被打死了吧 放心 指挥光 按照线油体表特中 大概会持续昏迷三到四个小时 并不会产生致命性伤害 我办事很严谨的 说昏迷就是昏迷 绝对不会失手打死 行吧 那你看着点他 千万不要让他在不应该醒来的时候醒来 一直感到天光微亮 我才将营地里的废墟和尸骨清理干净 连一片碎铁皮都没留下 其实我甚至还想把双银矿打包带走的 不过这框的杂质太多了 需要洗练 粪碱 熔练多道工序 用时太长 我担心白石城的援冰会再度出现 果断地选择了放弃 带着吉尔往红宝的方向跑去 过了一会 时间准时来到了清晨六点钟 游戏系统谈出了今日提示 恭喜各位玩家成功地活过本世界的第四天 天气依旧很糟糕 户外有氦气体浓度持续升高 请所有玩家注意防护 长期任务 加入一个势力 备注 此任务截止日期为明日清晨六点 如果玩家未能完成任务 将是情况皆受惩罚 我拿出了吉尔给的那张吉尔小对付队长的卡片 发现加入红宝势力的凭证 请问是否加入红宝势力 加入 一道白光闪过 游戏系统弹出了一条提示 你已经加入了红宝势力 其他阵营的土著在见到你后 会因为阵营关系而产生不同的态度 你拥有的权利 在红宝势力范围内自由行动 在军需处购买物资 你的义务定期完成红宝赋予的任务 无条件接受征兆 否则将会受到惩罚 你成为了吉尔小队的副队长 拥有将其他玩家拉入队中的权利 请问是否使用 先递人数十人 我想了想将赵婉婉 也拉进了吉尔小队之中 我这也算是加入了红宝势力了吗 嗯 等到了红宝 你也可以自由行动了 不过 最好还是戴上面具什么的 遮挡一下面容 还是算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车上待着吧 上一次灰炎城被追杀的事情 给赵婉婉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她现在不喜欢在城里乱逛了 那好吧 指挥瓜 车底上的那个女人快要苏醒了 要不要让她继续保持昏迷 算了吧 我上去看看 我真怕再来几下子把吉尔给打傻了 我打开舱盖爬了上去 此时吉尔刚刚苏醒过来 我这是在呢 吉尔小姐 昨天晚上我们和卑鄙的白石城蛮子 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您的座驾被火炮击中了 我拼了命将你抢救了出来 现在我们再返回红宝的路上 听到我的话 吉尔慢慢地回想起了 昨天晚上那一幕幕的场景 我的那些手下呢 那两支小队呢 吉尔向左右看了看 周围空荡荡的 就只有赵婉婉的车在后面跟随 很抱歉 吉尔小姐 他们为了给你留出足够的撤离时间 主动留下来拖住了蒸汽堡垒 恐怕已经遇难了 该死的白石蛮子 我要告诉我的父亲 居然敢这么对待红宝 我要把白石成一为平地 对 吉尔小姐 一定不能放过那群白石蛮子 对了 我怎么感觉到脑袋这么疼 就像是有人用棍子狠狠地砸了一下一样 吉尔小姐 炮弹来袭的时候 您的车被掀翻了 可能是那个时候碰撞到了地面 或者是被车上的部件砸到了吧 我一定要让这些该死的蛮子付出代价 吉尔小姐 喝一杯奶茶吧 或许可以让您振奋起来 吉尔接过了奶茶 但是却没有喝 而是一直望着远方 不知道想着什么 又开了两个小时 我驶入了黄沙镇 红宝位于白山外围的前哨站 远远的就能看见高耸的石墙和塔楼 上面甚至还有火炮和机枪 我要在这里坐热气球赶回去 你拿着这张卡片 找到本地的军需官 看上什么东西随便呢 就说是我说的 完成补给后 去红宝待命 等处理完白石城的事情后 我会回去找你的 我还有事情要你去做 我明白了 这是一张很精美的卡片 上面有一行字 为了红宝的利益 请一些单位配合持有者行事 红宝首席学者 圆桌议会十二人之一 瓦伦丁 吉尔说着 快步走了进去 不议会 一个热气球就从院子里升了起来 在螺旋桨的推动下 向着红宝的方向飘去了 这娘们还真是无情 亏我辛辛苦苦把他救了回来 这就自己跑了 说好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只有普鲁之子以身相许呢 这时候 一个吃得脑满肠肥的大胖子 从屋里跑了出来 看到我之后 立刻拉着我的手说道 您就是吉尔小姐的护卫吧 我是本地的军需官库克 吉尔小姐已经跟我说了 您需要在本地进行补给 请跟我来 库克说着 将我引领到了一个巨大的通体 由金属铸救的仓库前 仓库前还有一对鹤枪实弹的卫兵在守卫 库克打开了大门 请 我看了一眼仓库 里面堆满了各种物资 蒸汽机枪 蒸汽步枪 火炮 粮食 各种弹药 还有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 我甚至看到了堆成小山的各种制造材料 这里面的东西 我随便拿 当然 吉尔小姐说了 您在这里补给 只要是您认为需要的 全部都可以列入补给范围 我可以开车进入拿吗 这样装货也方便一些 当然可以 我们也可以帮您装运货物 不用了 我的车子里还有红宝最高的技术机密 不能让外人观看 所以这些事情就由我来做就好了 好说 好说 库克连忙打开了大门 让我把车开了进去 眼前这个人可是吉尔的侍卫 他还指望着对方给自己美颜几句呢 这点小事自然不会阻拦了 甚至 他还贴心地把大门关上了 让我自由选择 快 往里开 挑值钱的拿 把这些制造材料全都拿走 还有那些冠状食品也都带一些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卖的 我指挥着小爱同学往车里搬运物资 而我自己则跳下来 在仓库里转悠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转悠到了那些火炮前 我发现这些火炮 都是可以夹载到车体上的 我在几门炮前来回夺了几次 最终选择了口径最大的 一门120毫米的线塘炮 120毫米线塘炮红宝改进版 凝结了红宝技术的新型火炮 拥有强大的威力 使用穿甲弹可以击破 1000毫米以上的军制钢甲 我对这门火炮爱不是手 有了这个玩意 对待那些蒸汽堡垒 我也有了一丝正面硬钢的实力了 没办法 这个时代口径才是正义 而且这门炮有两种弹药 一种高爆弹 一种穿甲弹 仓库里有上百箱 我自然是全部想 我将步兵战车开到了这门火炮附近 游戏系统弹出了提示 检测到可加载火炮 单本等级内 车辆最多可加装两门火炮 请选择一门进行替换 还有这种限制吗 两门就两门吧 总比没有好 我想了想 选择替换了75炮 对于转轮追击炮 我还是很满意的 我选择完毕之后 一道白光笼罩了120炮和步兵战车 很快 两者便融为一体 原本75毫米的小水管 变成了120毫米大管子 一下子鸟枪换炮 我感觉底气也硬了不少 过了一会 小爱同学终于将我指定的物资 全都搬进了车里 此时 原本满满当当的物资仓库 已经空了大半 不知道库克看到这副样子会怎么想 不管了 反正这是吉尔让我在这里补充的 他也说了 只要是我需要的 全可以拿走 我也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我一翻身 上了车 将车开出了大门 尊敬的阁下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请您赏光 不了 我身上还有吉尔小姐布置的任务 数不能奉陪 不过 你的美意 我会向吉尔小姐传达到的 哦 库克等的就是这句话 得到了我的允诺后 当即喜笑颜开 连连致谢 还顺手塞了一个木盒子给我 一点家乡的特产 请笑纳 我打开盒子网里一看 是一套纯金的酒具 上面镶嵌着一些宝石 一看就价值连城 虽然 在这个世界没什么用 但是还是很好的收藏品 你的美意我会传达到的 后会有期 我挥了挥手 开车扬长而去 你干嘛跑得这么快啊 我差点把人家的物资仓库搬空了 能不快点跑吗 对了 小爱同学 记得提醒我 以后这个地方 千万不能再来了 明白了 已将此地列入危险名单 那我们下一步去哪里 去红宝吧 那里是中枢 我去看看那里有什么羊毛可以耗 指挥光 天上发现大量飞行目标 什么 我闻言 连忙把摄像头对准了空中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天空中 一大队飞艇浩浩荡荡地飞了过来 这些飞艇顶着巨大的气囊 下面是金属吊舱 这些飞艇上环安 装了十多门炮口 朝下的火炮 显然火力不凡 在那些巨大的气囊上 我看到了红宝的图案 我粗粗数了数 这种等级的飞艇 足有二十多艘 组成编队 浩浩荡荡地向着远方飞去 红宝居然还有这么一只力量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指挥光 飞艇上发现了吉尔小姐 吉尔也在飞艇上 在哪呢 我看看 显示器里的画面不断地放大 最后定格在一艘飞艇的吊栏上 在金属的吊栏里 吉尔双手扶着栏杆 凝视着远方 眼中满是怒火 好家伙 怪不得这么着急 原来是回老家摇人去了 没想到居然带出来 这么一只队伍出来 看来这个吉尔的能量不小啊 看到天空中 浩浩荡荡的飞艇大队 我回想起了当初玩红锦 被基罗夫支配的恐惧 这下那些白石城的家伙要惨了 看到吉尔手里 居然有这么一只庞大的队伍 我心中暗暗打定主意 一定要抱住这根大腿 再薅点羊毛下来 走了走了 继续网红宝走 这时候毛泽哥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过来 亲爱的达瓦理事 你加入势力了吗 我现在成为了白石城一个小队的队长 手上有了一些权力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来一起干 我扫了一眼信息 一下子跳了起来 你确认你在白石城 没错 怎么了 你知道这里 我劝你立刻用你手上的权力捞点好处 然后有多远跑多远 千万不要停留在白石城附近 怎么了 难道有什么危险 你那里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有一大堆人马去攻击白石城了 估计速度不会太慢 白石城马上就要毁灭了 你就不要跟着一起送死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白石城有着最坚固的城防系统 还有口径最大的火炮 千军万马也无法攻破这里的城防 你就放心吧 照片里 白石城城墙高大厚重 通体金属铸造而成 上面还挂上了锚钉装甲 在城墙上 还有一个个金属碉堡 碉堡上射击口密布 怎么样 防御不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攻破这里 过来跟我一起干吧 这里的待遇很好 军官每天能领一瓶酒呢 从地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要是从天空呢 我挑了几张飞艇编队的图片 发了过去 苏卡不列 我这就去打劫酒场 谢谢你达瓦里士 等出去了 我就请你喝酒 别硬来 酒没了还可以再弄 我这里还有一些都可以卖给你 放心吧 我会把那些可爱的小宝贝 从毁灭的战火中拯救出来的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我又通知了几个自己熟识的人 告诉他们暂时远离白石城 白石城在哪里 我从毛子哥发来的照片中 选了一张发了过去 就是这座城市 看到了就往远处逃 总之别靠近就对了 姐姐 你说前面的那个 是不是就是白石城啊 苏木一脚刹车 将车停在了附近的山坡上 向着远处观望 不远处是一座辉煌壮观的巨城 城墙都是金属铸造 满是碉堡和壕沟 在城市的正中心 是一座白色的石山 在石山的顶端 有一个巨大的炮台 炮台上有一门巨大无比的巨炮 看口径粗略估计至少有一米 这种城市能有什么危险 难道里面全是杀人狂和战争贩子 咦 天怎么忽然黑了 结果 眼前的景象惊得他张大了嘴巴 连一只叼着的棒棒糖掉了都一无所知 这是什么呀 躲起来 苏木果断按下了一个按钮 一张伪装网弹了出来 将车子彻底盖住 伪装网上满是杂草 将车子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 从远处向下看去 和一个普通的小土丘没什么不同 此时 庞大的基洛夫飞艇编队 已经来到了白石城的上方 如同乌云一般 鸭鸭的人喘不过气了 吉尔小姐 是否要和白石城的陈主梅洛尔大人进行通话 他们的蒸汽堡垒的火炮顶在我的头上的时候 想过和我通话吗 怒火通知下去 展开攻击队形 我要将白石城从地图上抹去 可是 我不想重复自己的命令 我明白了 立刻展开攻击队形 将白石城从地图上抹去 那就去做吧 吉尔冷哼了一声 收回了自己的蒸汽手枪 副官松了一口气 连忙传达命令去了 很快 庞大的飞艇编队散开 组成了攻击队形 覆盖到了白石城的每一个区域 白石城的守军都惊恶地看着天空中的这些庞然大物 下面的守军茫然无措 城中的居民更是被吓得四散奔逃 躲进最近的建筑之中 开始攻击 一搜搜飞艇打开了弹舱 里面的重型航空炸弹 如同雨点一样砸向了空 每一枚重型航空炸弹爆炸 地面上都会出现一个直径十米的弹坑 范围之内所有的一切都被摧毁 一串串橘红色的火光从地面上升起 一片片区域被彻底摧毁 二十分钟后攻击停止了 白石城完全变了一番模样 原本巍峨高耸的城墙 此时变成了残垣断壁 原本宽阔的街道 整齐的住房变成了一地的废墟 那门助力在白石山上 口径达到一米的巨炮 更是被炸成了三节 那些驻守在药处的蒸汽堡垒 更是被吉尔重点照顾 所有的蒸汽堡垒 全都被炸成了碎片 没有一辆是完好的 吉尔小姐 我们的航空炸弹已经耗尽 炮弹也打光了 您看 收队 回红宝 明白了 整队 回红宝 众多飞艇重新组成了飞行编队 调转方向 向着红宝飞去 直到天空中 看不到飞艇的影子了 白石城地面的一个井盖 被顶开了 一条粉红色的触手 从里面伸了出来 这条触手上 长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眼睛 这些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着 过了一会 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几条触手 从硬井里伸了出来 将周围的金属掰开 将洞口撑大 随后 一辆三级的六轮越野车 从硬井里钻了出来 终于走了 吓死我了